你好 今天是父親節 所以在我講道之前 我想首先認識一下 知道一下我們在座的父親 我想能夠 麻煩你站不站起來 如果你是父親的話 可以站起來 我們一起給他們鼓掌好 希望你們有一個很開心的父親節 哦 沒錯 今天的題目叫做 不要再拜偶像 我不是針對你們做父親 因為我們仍然在講《加拉泰書》 一個廣道系列 所以我是跟著那個安排 所以你不要覺得我是針對 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聽 我們今天的廣道開始之前 我想大家和我一起低頭 我們有個祈禱 求神的祝福 主神的天伯 多謝你 讓我們地上的父親 去撫養我們 讓我們今天能夠長大成人 得到很多的栽培 很多的撫養 而有今天 是我們感謝我們的父親 我們的母親 我們在主你天父的恩典下 給我們各樣的福分 我們都求你紀念我們在座 讓我們第一 可以享受我們今天這個慶祝的日子 也繼續仰望主你拖帶我們做父親 能夠有精神、有力量 有主你的恩典 去撫養我們的兒女 我們都將我們今天 講到教託主你面前 祝你親自的祝福 接著你的話語 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去慰讓我們 讓我們更多的認識你 更多的愛你 來感謝主耶穌基督一名 阿們 正如有個題目 我們今天會講到 拜偶像這件事 我們在美國 當我們思想拜偶像這件事 其實是很陌生的 我們在美國居住的美國人 我們都是屬於美國人 我們都覺得自己是很現代化的 特別在Silicon Valley 我們是屬於高科技的 所以很少會提到 我們會在一些偶像 一些像面前跪拜 所以這個題目 對我們來說 可能是不太重視的 我在這裡嘗試找一下 究竟有些什麼 跟拜偶像有關呢 我只是找到一些類似的東西 但是不太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拜我們的美國偶像 American Idol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些電視節目 因為這個其實是一個 由2002年開始的一個電視節目 就是歌唱比賽的 非常之成功的 在過去七年裡 都是收視率排第一名 很多出名的歌聲 因此而產生 你追溯一下 原來它是由英國 它那個叫做Pop Idol 是轉過來的 當然這個流行 已經不只是停在英國 美國 已經去了全世界很多國家 包括了法國 德國 甚至是菲律賓 我查一下 原來中國大陸都有 不過它用另不同的名字 以前就叫做超級女星 現在改了做快樂女星 開頭只是女仔 現在有男仔 所以有快樂男星 這些節目 所以在美國來說 可能說拜偶像一樣 不是那麼大件事 但是我們要知道 拜偶像在其他地方 特別在亞洲的地區 亞洲的文化裡面 仍然是一個很大件事 例如佛教 佛教是用很多的像 這些的方式 在他的廟裡 都是有很多的像要跪拜的 大家有沒有去 在香港看過香港的大佛像 在大嶼山 很厲害 我沒有看過大佛像 我只是看過照片 所以都是做得很好 原來這個是用青銅 Bronze做的大像 是1993年 是在大嶼山建成的 它有112尺高 重是280噸 在全世界裡面 是排第一名的 是屬於坐在那裡的佛像 當然有其他站在那裡 所以它在這個坐的佛當中 是世界排第一 除了在香港 我有機會去台灣旅遊的時候 我都看到很多佛像 有一些是站在那裡 很多是站在那裡 跟我一起的旅行團 那些團友 其實每個人都不是信佛教 但去到廟裡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人拜我拜的 都是為了好運 為了祝福 每個人都會靠頭 上煮香 但事實上 我們中國人 我們有很多民間的宗教信仰 所以其實是更加的 更加的多的 在參與這件事 我自己小時候 在香港長大的時候 我家裡都是拜祖先的 所以在過時過節 特別是過年的時候 我們做小時候 都要向我們祖先的神子牌 或者是一些像 我們都會跪拜 那些很多是一些 可能是歷史的人物 關公等等 或者是和佛教 道教的信仰是有關係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 在印度的印度教 也有很多的神像 在他的廟裡 在2009年的時候 我有機會去印度 也看到一些廟裡的像 都是很厲害的 對我來說是很奇怪的像 不僅說 就算在日本 日本除了佛教外 有他自己的傳統 神道教 也有偶像 這個拜祀的一個方法 所以除了美國之外 或者西方的國家之外 拜偶像這件事 特別是我們中國人 我們亞洲的文化裡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要說這麼多 因為今天的經文 也有提到拜偶像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我們都可以一起去學習 我們再看一看今天的經文 其實是很短的 只有四節 我們聽我讀一次 但從此你們不認識神的時候 是給那些本來 不是神的作勞僕 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 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 怎麽還要歸回那內藥無用的小學 情願再給他作勞僕呢 你們緊守日子 月份節期年份 我為你們害怕 恐怕 恐怕我在你們身上 是枉廢了功夫 其實當我們要明白今天這段 四節的經文 我相信我們需要回顧一下 前面所說的一些事情 因為保羅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是非常邏輯性的 是一句跟一句 一段跟一段 所以能夠來到今天這一段 可能需要知道前問後理 我們會比較能夠更多的了解 實際上已經來到第四章 其實已經去了很遠 大家跟加拉泰書跟得好不好 所以我就很快地給大家一個很快的溫習 去能夠更加帶入今天的經文 在第一章頭的五節 保羅再一次去介紹自己 他是神簡選的使徒 也讓他能夠有這個權力 有個權威去講解神的真理 這是很重要的對加拉泰書 因為他是講的比較爭論性 而覺得要改正當時加拉泰教會信 和一個錯誤的看法 所以他提到自己的身份 給他這個權力去這樣做 然後他就立即去入題 在很多保羅書信裡 他通常都不會立即入題 他會有感謝的話 去感謝這個教會 神如何祝福這個教會 如何讓他們能夠成長 但在加拉泰書就跳了 一針電穴就入到他的問題 問題就是他們這個信徒 已經轉去信靠假的福音 這是全部書裡針對最主要的問題 也是保羅要寫一封信的原因 在接著差不多兩章的經文裡 保羅就要告訴他 我和你們講過的福音 才是真的 是神那裡來的 所以他用這個大題目寫著那一章半書 最主要他說我所講的東西 不是從哪裡抄回來聽回來 是神直接給我的 這是他一個很強調的地方 然後他說我所講的訊息 和我帶出這個福音的事工 是獨立的 不是抄回來 不是跟誰學的 所以你要知道我所講的東西是對的 他第一件事 他說我開始回顧他自己的過去 他說我為何那麼特別 因為我過去是敵對教會 不是一直在教會長大或是很友善的 他跟著他被神呼召 特別做外邦人的使徒 是做福音的使者 而他也解釋到他當他信主之後 他在他幾年內去不同的地方 但是當時他的知名度很低 很多人都不認識他 所以他也不是說人家會教他做什麼 或者讓他可以抄別人說的東西 跟著在第二章開始的時候 在頭十節 就解釋到他怎樣去到耶路撒冷 參加我們那個耶路撒冷的會議 使徒行轉第十五章裡面很詳細地說 在當中的時候他說 我得到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認可 認同我做這個工作 我傳說的福音是對的 也跟著在最後一半 他指出我說的東西是對的 連當使徒彼得做錯的時候 我都指出他的錯處 這個是他在頭兩章裡面 他嘗試做的事情 但是他講了那麼多的時候 他說他們信的福音是錯的 但是他沒有很詳細地說出 這個福音是什麼 還有錯在哪裡 所以直至到第二章的下半段的時候 他開始能夠下一個定義 怎樣為之錯呢 怎樣為之對的福音呢 所以在第十五到十六節 其實是很關鍵性的 他開始介紹到 他講到 既然知道人清義 不是因行律法 但是因信耶穌基督 連我們也信了基督耶穌 使我們恩信基督清義 不因行律法清義 因為凡有血氣的 沒有一人 因行律法清義 他解釋到清義的方法是什麼 這是福音的主要內容 清義這個字其實是一個法庭 或者法律用的字 就是說法官被人說 你沒有罪了 你合格了 你可以適地釋放了 而清義的方法是因信清義 而不是因守摩西的律法來清義 這個就是保羅所講的 真的福音的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能夠被神接納 稱為義是因為信心 因為信耶穌基督 而不是因為守摩西律法 這個就是保羅要讓他們知道 怎樣為之對的福音 跟著那兩章 如果跟你說了頭兩章 你覺得已經很複雜的話 如果你去看第三章第四章 你覺得就更複雜 所以我覺得在加拉泰書 我們能夠在講道當中 能夠很詳細的查考是一件好事 因為其實我們讀聖經 你會發覺有些經文很容易讀的 例如你打開詩篇第一篇 你立刻看就會立刻有得著 但有些經文是需要下功夫的 其實我們來到加拉泰書 第三、第四章的時候 是屬於這個需要一些耐性去查經的經文 所以大家可能已經獨職 一起在廣道裡 已經聽到第四章 就差不多一半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樣 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我們做準備廣道的講章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保羅在這兩章的經文裡 是用了他最厲害的技巧 就是非常之邏輯性 每一個話說 你要知道前文後你說什麼 你才能跟到他所說的 所以今天我們無緣無故叫你看 第八到十一節 如果你不知道前面講過什麼 你很難能夠有很大的得著 很難能夠抓住他 究竟我今天應該學什麼 所以我會用這個角度 再介紹第三和第四章 如果你是喜歡查經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非常精彩 在這兩章裡 保羅就用五個角度 能夠證明他所說的福音是可信的 他是在做五個辯證 而他用五個辯證是有相當不同的方法 第一個他用信徒的經力去做辯證 他說你為什麼今天有聖靈在你生命裡 你不是因為守律法 你不是因為信耶穌基督 這是第一個辯證 而第二個他用很多舊約的經文去解釋到 我所說的這個福音是合理的 不是我作出來的 是合乎聖經的 而第三個他解釋到約方面 特別是阿伯拉罕和摩西這兩個約 是神如何跟他們納約 而特別是強調到摩西這個約 守律法這個約是遲過阿伯拉罕這個約 遲了430年在經文裡說 而這個帶出是一個很重要的真理 實際上在過去兩次的港道 潘穆斯和詹全道所說 都是屬於這個大題目 而我今天是承接他們兩次的港道 做一個結論 我也會有機會再詳細說 除了這三個角度 還有第四個角度 寶萊用一個好像朋友的角度去勸他們 你們要持守這個純正的福音 這是比較有感性的 去感受的去勸他們 而最後他用阿伯拉罕兩個太太 就是一個下達和薩拉的故事去證明 他的福音是可信的 所以這個是第三和第四章 一個很大的大綱 如果你能夠抓住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得到保羅所說的理由 為何他說這個真福音是如此可信 為了今天的經文 我會更深入地看第三個印證 三章十五到四章十一 好像一個鏡頭的鏡頭 在這個裡面 剛才所講到它是用藥 說阿伯拉罕和神納的藥是憑信心的 而摩西和神納的藥是靠守律法的 這裏其實有很多內容 戰全道和潘牧師都曾經去解釋過 我很略略地跟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摩西律法的來臨 沒有令到第一個藥被廢 跟阿伯拉罕所納的恩信清義這個藥 是沒有因為摩西要守律法的藥 而被抹殺了 而摩西的藥守律法的要求 是有一個短暫的作用 直至等到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它的功用就已經完成了 而它的律法的功用是什麼 就是讓我們知道世人都在罪的捆綁下面 而這個是讓我們能夠指向基督 讓我們能夠將來耶穌來到的時候 能夠靠信來得到清義 因為律法本身不能給我們生命 這是第一個點 這段裡有三點 第二點就是上次潘牧師所說的 就是神讓我們這些信徒成為了祂做一個子民 神的子民 所以我們可以叫天父做阿巴父 我們是祂的兒女 當我們做了神的子民的時候 其實又會跟阿伯拉罕關係 我們成為了阿伯拉罕的子孫 因為在阿伯拉罕的藥裏 他說他單數的子孫是提到的 因為他而得到祝福 這個單數是指耶穌基督 而我們因為信耶穌基督 我們就跟耶穌基督拉的關係 都成為了阿伯拉罕的子孫 我們就成為成雞人後製這個好處 到今天 今天就是這段裡的結論 他說幾句話裡 他主要想帶出的就是 為何你們那麼傻 要再回去守律法 因為你所有得到的好處 都是按阿伯拉罕的藥而得到的好處 是憑信心的 為何你們今天會走回去 要憑律法來得到的好處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經文 可以說是一個大綱的方向 我們再深入一點看一看 今天那段經文裡所說的話 在第八節 保羅提到這班加勒太基督徒裡 他們過去的時候 他們屬靈的光景是怎樣的 在他們未認識神的時候 即是說他以前不是一班基督徒 他是那些怎樣呢 他是那些本來不是神的作奴僕 即是說給那些不是神的那些是假神 即是偶像 他們呢